记住伯大尼的玛丽,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正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来,拿着一玉瓶香膏,里面是极贵重的甘松香膏,她把盒子折断,倒在她头上,有的人心里愤慨,说为什么浪费这香膏呢? 因为她本来可以卖三百多便士,然后分给穷人,他们就向她发怨言,耶稣说,由她吧,何必为难她呢? 她为我做了很好的工作,因为你们总是有穷人在你们身边,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就可以对他们行善,但你们却不总是由我。 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她提前来为我的尸体涂油,以便埋葬。 我实在告诉你们,全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必述说她所行的这事,以作纪念。 马可福音十四,三到九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 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马太福音一点二十一分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点十六分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比六 如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四点十二分 我首先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被埋葬了,据圣经记载,他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三到四。 我们借着他的血,在他里面的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四个真理。 一,神非常爱你。 他希望你在天堂与他一起拥有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点十六分 他希望你和他一起过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点十分 尽管如此,许多人并没有经历过有意义的生活,并且不确定他们是否拥有永生。 因为 二,人本质上是有罪的,这就是他与神隔绝的原因,所有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三点二十三分 因为贪爱金钱是万恶之源,提摩太前书六点十分,罪的公价就是死亡,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罗马书六点二十三分 正经指定了两种类型的死亡,肉体死亡,正如按着预定,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西伯来书九点二十七分。 精神死亡或在地狱与神永远分离,但那些恐惧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都将在燃烧着硫磺的火壶中得到他们的一份,这是第二次死亡。 以示录二十一比八 如果人因罪而与神分离,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我们常常认为解决办法是宗教、善行和良好的举止,但上帝只有一种解决方案。 三、耶稣基督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这是神的宣告。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比六 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全部的惩罚,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义人替不义的人受苦,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身被致死,却被圣灵活过来。 彼得前书三十八 我们借着他的血,在他里面的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以福所书一比七,他有永生的应许。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但神的震怒却藏在他身上。 约翰福音三点三十六分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但神的恩赐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的永生。 罗马书六点二十三分 子,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 我们的救恩是由于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到的上帝的恩典。 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酌信,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福所书二八到九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罗马书十点十三分 罪人的祈祷 凭着信心祈祷,主耶稣非常感谢你爱我。 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请求您的宽恕。 感谢您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埋葬和复活,以偿还我所有的罪孽。 我相信你是我的主和救主。 我接受你的永生礼物,并将我的生命交给你。 祝我遵守您的所有命令并在您眼前取悦。 阿门 果您已经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以下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您身上。 现在,您已拥有与神同在的永生。 差我来者的旨意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约翰 约翰福音六点四十分,你所有的罪孽都已得到偿还和宽恕,过去,现在,将来。 但这个人在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之后,就坐在神的右边。 西伯来书十点十二分。 上帝眼中,你是新造的人,这是您新生活的开始。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戈灵多后书五点十七分。 你成为神的孩子,但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予他们成为神的儿子的能力,甚至是那些相信他名的人。 约翰福音一点十二分。 善行不是我们得救的途径,而是我们得救的证据或果子。 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预先命定我们要行的。 以福所书两点十分。 上帝祝福你。